A大最近出了一件大新闻 有人给笑草洛文周表白了 笑草嘛 又帅人气又高 跟他表白的人不少 那为什么这次表白成了大新闻呢 原因是这次表白太另类了 话说昨天午夜 已经过了门禁的时间 宿舍里大家睡的睡 熬夜休闲的休闲 而洛文周他们宿舍还在组队开黑 就听见窗外有人拿着大喇叭在喊 洛文周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追到你的 就算真的追不到 下药我也要把你给睡了 洛文周听到声音手一抖 注意力就被外面的声音给吸引了 喷了一声 电脑游戏页面中 他操控的人物被人一枪打中心脏 其他社友也被外面的声音吸引 看见洛文周已经输了 就纷纷扔下鼠标 跑到宿舍阳台往下看 整栋男生宿舍 都因为这个女生的好迈告白而沸腾了 原本熄灭的灯都一件件重新亮起来 也不知道谁趁乱喊了一句 洛文周 人家姑娘都这样了 你就给人家睡一次呗 洛文周是最后一个来到阳台的 文言微微皱眉 目光往楼下望了望 就看见有个穿白衣服的女生躲在树下 他看见保安出来 立刻沿着树荫跑了 这姑娘是有贼心没贼打啊 不露脸就算了 连个名字都不留 社友嘟囔一声 然后转头问洛文周 对你来说这是小插曲了 来 咱继续吃鸡 不完了 洛文周揉揉太阳穴 转身往里走 简单洗漱一番后便上了床 食堂角落的几个大一学妹 正在谈论这件新闻 猜测这个表白的女生是谁 顾初棉端着餐盘路过他们旁边 他们看见了 屏下谈论 喊了一句学姐好 等顾初棉走了 他们又开始谈论 顾初棉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隐隐约约能听到那几个女生的声音 他打个哈欠 无精打采地拿起筷子拨弄着米饭 正丧着 面前坐过来一个人 顾初棉懒洋洋的抬眸看了一眼 是他从高中就认识的闺女唯一 唯一刚坐下来 就对他挤眉弄一眼 压低声音道 死丫头 昨天晚上跟骆文周表白的是你吧 你怎么知道 顾初棉倒是没否定 只是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昨天请假回家了 怕的就是半夜溜出去被摄友发现 还有啊 也就你一个是把睡到骆文周 作为人生目标的 不过 你昨天闹的那一下是想干吗 不露脸也不说名字 顾初棉挑眉一笑 那叫扰乱军心 也让别的小妖精知道 骆文周是我要睡的人 别人请绕道 顾初棉跟骆文周是高中同学 骆文周从小就高了 顾初棉又是比较闹腾的 但顾初棉还是对品学兼优 还长了一副 言情想说男主长相的骆文周清了心 以至于大学都跟他考了同一所 但可惜不是同一个系 原本高中同一个班接触就不多 到了大学 几乎是一个月见不到一面 就算顾初棉各种制造偶遇 见面的次数还是太少 上了大二 顾初棉可能是偶像剧看多了 体内燃起一股热血又中二的激情 大晚上跑到男生宿舍楼下表白 因为大喇叭过滤过的声音变了样 他也不怕被人认出 说实话 这是顾初棉第一次对骆文周说出自己的心意 在此之前 知道他喜欢骆文周的 只有他的日记 还有闺蜜唯一 离宿舍不远有家超市 那天早上没课 顾初棉一觉睡到自然醒 看见阳光不错 想着把床单洗了晾在阳台 晚上应该能干 洗衣液被摄友用完了 他只能踩着拖鞋下楼去超市买 他本来就懒 没有必要的时候是不会化妆的 现在急着出门 随便穿了T恤短裤就出来了 可这个世界 就是会有那么一种巧合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门 遇不上什么人 但要是你拉里拉他的出门 总会遇到自己不想遇到的人 比如现在 顾初棉抱着一大包洗衣液 正排队结账 就看见骆文周进来了 他戴着鸭舌帽 原本低着头 但走到顾初棉身边时 看了一眼他的拖鞋 有点眼熟 抬头 就看见抱着洗衣液的顾初棉 顾初棉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遇到他呀 早上好 他硬着头皮 跟他打招呼 骆文周文言 看了一眼外头的刺眼阳光 点点头 嗯 挺早的 打过招呼 骆文周便进去拿了几瓶饮料 说来也巧 顾初棉前面排了十几个人 可他后面一个人都没有 骆文周拿了饮料出来 正好排在他后面 顾初棉原本觉得自己这身打扮挺舒适的 这回骆文周一来 他就感觉自己跟裸奔一样不自在 可骆文周似乎没察觉到他的拘束 还开口搭话 刚睡醒 顾初棉安慰一声 突然想起自己那天告白的是 现在本尊在自己面前 不打听点什么 未免可惜了点 他轻咳一声 尽量用最最自然的语气问道 听说前几天有人跑到你们宿舍楼下 给你表白了 骆文周站在顾初棉身后 顾初棉微微侧头 但又不敢看他 骆文周垂眼 看着他的耳朵 愣了愣 才道 嗯 大半夜的 突然吼一嗓子 吓得我游戏都输了 顾初棉嗷了一声 又问 那你没回应 梅骆文周继续盯着他的耳朵 他想起以前隔壁小朋友养的兔子 他挪过兔子的耳朵 耳间扫过手心的时候 轻轻揉揉的 他突然想伸手摸一下他的耳朵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就走到了收银台前 顾初棉转过头 把洗衣液放下 骆文周才把视线从他的耳朵上移开 他结好账 就拎着洗衣液走了 他走到门口 回头 看见正在结账的骆文周 高挑轻瘦 相貌出众 是放在人群里 永远都不会被埋没的那种类型 他在低头看看自己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顾初棉回到宿舍 洗了床单晾在阳台上 等亮好了 回到自己的桌子上 发现手机有微信信息 他点进去 是个备注叫可乐的人发来的 刚才我看见你了 抱着洗衣粉从超市跑出来 还穿着拖鞋 样子特傻 顾初棉脸一黑 回到 我觉得你可能是个假的追求者 你不应该觉得我那样子很可爱吗 关于这个可乐 还得从顾初棉大一刚入学那会说起 他天生道疼 刚进大学就参加了很多社团 到处参加活动 认识了很多各个系各个专业的人 加上长得也算可以 在某一次活动结束后 这个可乐就加了他的微信 上来就是一通告白 顾初棉也拒绝过 说自己目前沉迷学习 其实是沉迷洛文州 无心谈恋爱 可这个追求者却表示没关系 只要能聊天就可以了 因为他提到过 自己喜欢喝可乐 顾初棉就把他的备注弄成了可乐 可乐的这个微信 明显就是专门用来聊他的 朋友圈一片空白 顾初棉不知道他是谁 他也没有提出 在现实中跟他有交集 顾初棉就这么由着他 只是他在明 可乐在暗 所以经常都是可乐 说在哪里见过他 可等他回想起来 却记不得那个时候身边有谁 其实有时候他挺鄙视 这个可乐的 一个大男生 喜欢他又不敢明说 只敢在微信里聊他 但仔细想想 自己对洛文州也是这样 越喜欢越胆怯 说到底 都是因为太喜欢的一个人 而你永远不知道 你把一个人视为 遥不可及的梦想时 你也会成为别人的遥不可及 再次见到洛文州 是在篮球馆里 他们两个系比赛篮球 在开始比赛之前 唯一跑过来调侃他 初棉啊 这次咱们系跟洛文州 他们计比篮球 你选择给谁喊加油 当然是给咱们系加油啊 顾初棉一脸乖巧 因为我们家 洛文州不需要加油打气 都能拿冠军 沉迷男色 抛弃家里父老乡亲的叛徒 唯一用手指戳戳 顾初棉的脑门 但又不得不承认 洛文州真的很强 顾初棉在班里是活跃分子 遇到这种活动 买水 起头喊加油这种事 基本上都是他干 他们系男孩子比较少 除去上场打球 替补的之外 只有前排几个男孩子 顾初棉觉得叫他们也麻烦 便自己跑出去 拿班费买了一箱矿泉水 他力气不大 加上个子比较小 连拖带扛 才把矿泉水带到篮球馆门口 洛文州有事情耽误来得比较晚 到篮球馆门口时 正好看见顾初棉费劲的 把那箱矿泉水往里拖 他走过来 趁顾初棉没反应过来 就把那箱矿泉水抱了起来 顾初棉的视线 跟在矿泉水上 移到了洛文州脸上 他眼睛一亮 还犹豫着 怎么开口打招呼比较好 洛文州就问 水要拿到什么地方 我们系的休息区 洛文州嗡了一声 然后就抱着那箱矿泉水进去 顾初棉愣了愣 也跟了上去 其实今天场上的很多女孩子 都是为了洛文州 才来加油助威的 刚才洛文州没到场 大家都兴致缺缺的 现在一看见洛文州进去 观众席上都开始喧闹起来 顾初棉跟在这个行走的 和猛身后 低着头跟做贼一样 生怕自己跟得太近 就被观众席上他的迷妹 扔个水瓶砸死 洛文州的敌对方 看见他扛着矿泉水 到了他们系的休息区 那几个男孩子 都警惕地看着他 洛文州倒是没在意 把矿泉水往地上一放 便转头往自己系的休息区走去 顾初棉有些尴尬地摸摸鼻子解释 他是我高中同学 刚刚买水的时候他看见了 就顺路帮我抬回来了 唯一就坐在 球员休息区的观众席上 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 他招手把顾初棉叫过去 捏住他的脸 笑得极其猥琐 行啊顾初棉 挺有本事啊你 让校草给你扛水 顾初棉挣扎出他的魔爪 然后故作羞涩倒 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比较漂亮吧 洛文州帮我扛水 四手五路 就是他喜欢我呀 唯一翻了一个白眼 不再理会他的少女怀春 比赛很快开始 顾初棉站在唯一身边 虽然是给自己寄喊加油 但眼睛都是盯着洛文州 偶尔洛文州抬起手臂投篮 露出腹肌的时候 他都是一副牡丹花吓死 做鬼野风流的花痴样 唯一叹了一口气 对他道 我要是你 我可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你看啊 除了你 场上还有这么多人盯着他 他一露腹肌 基本上所有人都看见了 顾初棉看了看周围的女生 突然觉得 中场休息的时候 洛文州坐在自己寄的休息区 拿毛巾擦汗 顾初棉注意到 他身后有个女生被怂恿着 走到他面前来 微红着脸递给他一瓶可乐 顾初棉看见了 便把唯一拉过来 笑道 我觉得那个给洛文州 送可乐的女生要凉 唯一瞟了一眼 为什么 洛文州不喜欢喝可乐 顾初棉笃定道 高二下学期 我给他买了一瓶可乐 大热天的 他一口没喝 那时他和洛文州 还有其他几个同学 被老师留下来赶试卷 天气炎热 头顶上的风扇 支呀支呀的响着 闷热又烦躁 坐在他右前方的洛文州 虽然坐得笔直 可背部的T恤 已经被汗水浸湿 趁着大家不注意 他偷偷溜到小卖部 买了饮料回来 因为怕大家发现 他对洛文州的歪心思 他给每个人都买了一瓶 花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早餐钱 他给洛文州买的是一瓶可口可乐 可他没喝 从他手里接过去之后 就放在桌子上 可我觉得他挺爱喝的呀 唯一打断他的话 顾初棉看过去 傻眼了 洛文州竟然接过那瓶可乐 拧开 仰头灌了一大口 唯一顺了顺他的头发 苦口婆心道 其实你也别太伤心 那姑娘好像是计划来着 你输在他手里 也不算很难看 顾初棉却嘟着嘴 满脸不高兴 班里的体育委员 正站在他不远的地方喝水 看见他这个模样 便凑过来问怎么了 体育委员 我失恋了 顾初棉眨扎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他 体育委员文言 笑出声 摸上他的小脑袋 你都没练过 何谈失恋啊 下半场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看见 洛文州喝了那个女孩子的 可乐的原因 顾初棉满脸不高兴 他化愤怒为力量 扯着嗓门 给自己戏里喊加油 在体育委员投了一个三分球之后 特别要脸的喊了一句 哎呀呀 体育委员我爱你 洛文州就站在体育委员身后 听到这句话时 嘴角不动声色地抽了抽 他看了眼前五大三粗 皮肤有黑的体育委员 纳闷 现在女孩子都喜欢这种类型 前半场 洛文州他们戏领先三分 体育委员这个球 直接把比分拉平 这下不止顾初棉喊 戏里其他人也开始喊起来 尖叫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 洛文州看了一眼 观众席上喊得最欢的顾初棉 气不打一出来 早知道刚才就不帮他扛水了 看着刚刚中场休息时 摸了顾初棉头的那个男生印球过来 毛子一锤 开始认真起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 顾初棉他们戏 再也没有投进过一个球 比赛结束 洛文州他们戏以绝对的优势 赢了这场比赛 体育委员被洛文州缠得最厉害 等比赛结束 体育委员眼泪摊在球场上 偏偏洛文州还站得笔直 他站在体育委员面前 屈高临下地看着他 目光冷峻 体育委员被他盯得发怵 暗想自己也没惹他呀 顾初棉跟班里的女孩子 拿着水和毛巾跑过来 递给自己系的男孩子 体育委员离得最远 顾初棉看了一眼 他面前的洛文州 还是大着胆子 向体育委员跑去 你没事吧 他没看洛文州 弯腰问体育委员 体育委员哀嚎一声 向他伸出手 累死我了 你拉我一把 我腿软 顾初棉没多想 伸手把体育委员给拉了起来 他没注意到 洛文州在他伸手 拉体育委员的时候 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可他只瞟了一眼 便转身 往自己系的休息区走去 顾初棉 把体育委员扶起来后 往洛文州那边看了一眼 他已经转身走了 看着有几个 守在场外的女生 跑过来 给他递水送毛巾 他莫名觉得心里一酸 想着自己高考时 怎么不再多考几分 那样就可以跟他 报同一个戏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给他送水了 看什么呢 体育委员的手 在他面前挥了挥 他叹了一口气 看着体育委员 认真道 体育委员啊 你说你个子高 运动也好 成绩也不错 可怎么这么多 闪光点加在一起 你还是这么黑 散场的时候 顾初棉跟维依一起回宿舍 半路的时候 可乐又发来短信 你有喜欢的人啊 顾初棉先是一惊 难道自己喜欢 洛文州这件事暴露了 他回 你看见什么了 这句话多少 有点心虚的成分 而且也算默认了 自己有喜欢的人这件事 没多久 可乐回到 今天篮球赛 你跟你们班 那个大高个 走得挺近的 他还摸你头了 大高个 顾初棉突然松了一口气 那是我们班体育委员 他人是不错 当哥们的话完全合格 但是如果是按男朋友的标准 我还得考虑考虑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顾初棉挽着唯一 然后低头看手机 压根没看路 还在想着 怎么委婉一点告诉可乐 自己就喜欢洛文州那款的 就听见前面有声音响起 走路还玩手机 顾初棉文言抬头 对上洛文州的脸 他反戴着鸭舌帽 头发被压在帽子里 露出光洁的额头 顾初棉每次看到洛文州 都会习惯性地愣住那么一两秒 他这会儿还在愣着 洛文州已经怂怂肩 跟他擦肩而过走了 顾初棉转头看着他的背影 唯一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暗骂一声没出息 便把他拉走了 顾初棉回神 又低头给可乐回短信 我喜欢那种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焦点的男生 信息发过去 他就把手机关了 收进口袋里 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洛文州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信息 然后转头看向顾初棉的背影 他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顾初棉的 洛文州已经记不清了 他房间里有苹果漆的可乐 是高二那年他送的 他没舍得喝 就一直放在房间里 明明他给每个人都送了 他却依旧视为珍宝 他以前不理解 为什么有一些女生 会收集他用过的草稿纸 可高三的时候 他到底是没控制住自己 把顾初棉写在 班级后门高考励志墙上的 变迁拿走了 他在变迁上写着 每天告诉自己一次 你真的很不错 加油 顾初棉 他拿着那张变迁时就在想 顾初棉 你何止是不错呀 你好到会发光 让我眼里只容得下你一个人 后来他们考了同一所大学 他还挺高兴的 起码 他还是有机会的 大一刚开学的时候 有很多女生匿名给他告白 在一个个拒绝之后 他突然有了主意 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给顾初棉告白 他对他说 顾初棉 我喜欢你 你就像是个小太阳 耀眼夺目 这一生熙熙攘攘 很高兴遇到你 就连那次有人到宿舍楼下 给他告白 他听了声音有几分像他 心头一紧 但之后又想 顾初棉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变得那么 懦弱又猥琐 明明雷厉风行 才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 但时不时在他面前出现的顾初棉 又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 他真的就是那么懦弱又猥琐 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唯一找了一份兼职 在商场门口穿玩偶服发传单 但他那天突然说自己男神约了自己 非要找顾初棉来帮自己替班 那个时候已经入冬了 天气转凉 加上那个玩偶服实在萌的不行 他就答应了 但没想到 冤家路窄 他竟然遇到骆文周了 他跟他社友一起 有几个女孩子围过来跟他搭讪 还拿出手机要联系方式 骆文周的社友站在一旁看热闹 骆文周推脱不了 眼看着那个姑娘就要得逞 顾初棉心里一慌 想着自己穿的玩偶服他们认不出 就一个剑步冲上前 硬生生把那个姑娘给挤开了 顾初棉是冲着骆文周去的 挤掉那个姑娘之后 就直接往骆文周身上扑 玩偶服厚重 加上骆文周没料到 突然有人扑来 没稳住 就被顾初棉给扑倒在地了 倒地的冲力太大 顾初棉头上戴的玩偶头 就这样滑落 滚到一边 骆文周被扑倒 后脑勺撞到地上 疼得有些眩晕 等缓过来 就看见趴在自己身上的顾初棉 嗨 好巧 顾初棉有些尴尬 他急急忙忙爬起来 但玩偶服太笨重 他好不容易起来一点 又重新摔回去 重重坐在骆文周的肚子上 猛的一个冲击 让骆文周的脑袋 又磕到地板上 咚的一声 顾初棉听着都疼 他连忙翻身从他身上下来 用自己戴着玩偶手套的手 去摸他的头 你没事吧 连撞两次 骆文周有些懵 他坐起来 任由顾初棉 笨重地揉着他的后脑勺 他的室友和搭讪的几个姑娘 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 特别是看见骆文周 对顾初棉的态度 就以为顾初棉是他的女朋友 于是都默默走开了 而作为骆文周的摄友 他们认识顾初棉 也隐隐觉得 骆文周对顾初棉的态度 跟对别的姑娘不一样 这会儿骆文周被搭讪 顾初棉就冲过来了 不是有一腿是什么 他们冲骆文周 使了个眼色 便走开了 周围人来人往 路人纷纷侧目 看着蹲坐在地上的他们 顾初棉有些不好意思 把玩偶的头戴上之后 又伸手想把骆文周拉起来 骆文周想起 上次在篮球场时 他拉那个男生起来的事 心头又有醋意涌了上来 就没拉他的手 自己站了起来 顾初棉以为他在生气 低着头小声道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骆文周反问 顾初棉的头又更低了一点 不该把你扑倒 害你受伤 他的声音从网偶头里传出来 委屈巴巴的样子 实在可爱到不行 骆文周怕自己忍不住笑出来 就抿着嘴角 那你为什么突然冲过来 因为吃醋啊 因为不想看见 你被其他女孩子搭讪 因为想让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顾初棉在心里叫嚣着 可他不敢说 隔着玩偶服 他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只能故作爽朗道 这不是看你被缠住了吗 同学嘛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因为社友已经走了 骆文周就等顾初棉下班之后 才一起回了学校 一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 顾初棉察觉到 骆文周心情有些低落 便乖乖闭嘴不说话 路上有人认出骆文周 便侧目看着他们 应该都是在猜测 他跟骆文周是什么关系 顾初棉不敢惹祸上身 到了宿舍楼下 到了晚安 就迅速冲上了楼 再一次见到骆文周 已经是元旦的时候了 他的社友都是跟他一样 家里学校很远 三天了元旦假期 就窝在宿舍没有回家 等到跨年夜这天晚上 有男朋友的叫上男朋友 一伙人浩浩荡荡跑到江边 看跨年烟花会 宿舍四个人 两个有男朋友 原本还有一个唯一陪他单身 但唯一竟然背着 他把男神约上了 所以顾初棉的处境 就有些尴尬 三对情侣 一个电灯泡 顾初棉委屈巴巴的 跟在身后 来看烟花的人很多 人潮涌动 顾初棉被挤得有些郁闷 看烟花的性质都被破坏了 正四处张望着 哪里人少一点 骆文周就这样 出现在了视线里 暗恋中的人 都有一种能在人群中 一眼认出对方的能力 明明人那么多 明明光线那么暗 可他还是一眼就 看见了骆文周 他也是跟社友一起来的 身边还跟着几个女生 似乎正在跟他搭话 顾初棉隔着人群望着他 周围嘈杂喧嚣的 一切似乎都退了色 他所看到的世界里 只有一个他 顾初棉突然有些 羡慕那几个女孩子 至少 他们还有勇气敢跟他搭讪 也就在这一刻 他心里又涌起了 像上一次跑到他宿舍 楼下告白的那股热血 周围这么乱 人也多 他现在冲他喊一嗓子 然后就跑 他应该不知道是谁喊的吧 顾初棉 初棉 绵绵 顾初棉还在盘算着 要不要冲洛文周喊 就听见维一在喊他 他吓了一跳 回头 才发现自己光顾着看维一 跟维一他们 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 维一找不到他 就扯着嗓子喊 维一找不到他 也听见声音 转头看向这边 正好跟顾初棉的视线撞在一起 顾初棉忙着回应维一 就冲洛文周笑了一下 算是打了招呼 便转身过去找维一他们 他们掐着点来的 离跨年还剩下一分钟的时候 可乐的新年祝福短信发来了 准备跨年了 我看看我能不能准点跟你说 新年快乐 顾初棉站的地方 还是可以看见洛文周的 只是隔着人群 他看了短信 然后便抬头看洛文周 突然他莫名觉得 自己的喜欢太过于卑微 而手机另一头的可乐 也因为喜欢他 同样也很可悲 他给可乐回 可乐 你以后不要喜欢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 而远处 洛文周看到这条短信 眉头习惯性的皱起 他转头去看不远处的顾初棉 四目相对 顾初棉心头的激动更甚 便迅速低头给可乐回 我高中就喜欢他了 不过是暗恋 很少有人知道我喜欢他 谁 可乐追问 顾初棉一听就慌了 难道可乐是个社会人 这架势是想把他喜欢的人打一顿 你想干吗 可不许打人啊 洛文周看到这条短信 无奈又有些心酸 自己喜欢的人 有喜欢的人了 还这么护着他 我就是想知道是谁 看看到底是谁 能被你喜欢 顾初棉咬着唇犹豫片刻 还是发了洛文周的名字过去 确定信息发过去了 他就把手机收进口袋 他说的已经够明显了 其余的 就让可乐自己承担吧 他这么想着 又抬头去看洛文周 却看见洛文周看了一眼手机 然后便转身挤过人群向他走来 这是 干什么 顾初棉莫名有些心慌 那边的洛文周却来势汹汹 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了他身边 你认真的 洛文周抓着他的胳膊 顾初棉就站在唯一他们身后 那几个重色亲友的混蛋 正忙着跟自己的男朋友调情 完全顾不上他 顾初棉被洛文周问得有些懵 刚想问一句怎么了 洛文周就拿着自己的手机问他 你说你喜欢洛文周 是不是真的 洛文周还扮演着可乐这个角色 以至于喊自己名字 都是用的第三人称 顾初棉开了他的手机屏幕 诧异地发现 那是他和可乐的聊天记录 他脑子闪现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洛文周认识可乐 但转念一想 更惊讶了 你你你 顾初棉拟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你是可乐 你说你喜欢我是真的吗 洛文周反问 有些东西在瞬间真相大白 甚至还收获了很多意外的惊喜 顾初棉咬着唇 声音有些发抖 那你说的你喜欢我 也是真的吗 就在这时 跨年夜开始倒计时 周围的人都开始喧嚣起来 此起彼伏的倒计时声 把他们包围 洛文周盯着顾初棉看了好久 顾初棉被他盯着 心里发慌 刚想说些什么 洛文周突然舒展眉头 笑了 是真的 顾初棉 我喜欢你 也是在瞬间 倒计时结束 随着一声声巨响 头顶的夜空 有烟花缤纷给炸开 在黑色的天际 绽放绚烂的花束 眼前的少年 就站在这场烟花盛宴下 对他说 顾初棉 我喜欢你 不知是不是因为烟花炸开的声音太大 顾初棉突然有些懵 呆愣地看着洛文周 久久不知道做何反应 现场的气氛进入高潮 人潮涌动 顾初棉被人挤到 亮呛着 扑到洛文周怀里 他这才反应过来 洛文周 我也喜欢你 喜欢了好久了 我一直担心 你不喜欢我 顾初棉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洛文周看着他 笑意更甚 他低头 在他唇上留下一吻 顾初棉先是一正 抬眸看到 正含着笑望着自己的洛文周 不禁受信大发 揽住洛文周的脖子 点起脚片强吻上去 唯一是最先发现这桩奸情的 他吃了一惊 捂着嘴 叫其他摄友来探 三对情侣 就这么用一副 无家有女出 长成的欣慰表情 看着这对热吻的情侣 宿舍的电灯套也脱单了 皆大欢喜 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情 大抵就是 你喜欢的人 正好也喜欢你 两个人互相鬼鬼祟祟的喜欢 你也不说 他也不说 你时常在心里偷偷的猜 他甚至也喜欢我呀 然后又在各种小细节里 自我肯定和否定 有时候你吃醋 有时候你故意让他吃醋 有时候你都想着 放弃吧 他可能不喜欢我 可就在某一个瞬间 电光石火 你们突然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之前的所有小事小误会 都成为在一起后 可以打趣的回忆 暗恋变成了两个人的恋爱